我的左眼能看见鬼,男友带我回家见父母,我抢着洗碗,不想洗洁精进了我的左眼,我捂着眼睛抬起头想说没事,可我突然发现,我看不见我男朋友的爸妈了,和男友陈泽交往一周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来带我回家见父母。 我有些高兴,也有些紧张,因为我知道他这是要跟我谈婚论嫁的意思。 我买了一些礼物,和陈泽一起坐动车回家。 陈泽家在北边一个四线小城市的郊区,小区看着有些慌,物业打理的也不好。 但陈泽父母却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做了一大桌子的菜,自己都不怎么吃,只是个一个劲儿的给我夹菜,还给我塞了满满一个红包。 他们这么热情,让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吃完饭的时候,我主动提出要洗碗。 陈泽妈妈却是急了,那怎么行?你是客人,我来洗吧。 我却是抢着拿碗进了厨房。 阿姨,你们做那么多菜很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陈泽妈妈还是不肯,要来拿我手里的碗。 而我已经在挤洗洁精,她这一抢,洗洁精见到了我的左眼。 哎哟,我低下头去捂住眼睛,而陈泽的爸妈也都慌了。 我听见她爸的声音响起,小刘,你没事吧? 我捂着左眼抬起头,努力地挤出笑容想说没事。 可我突然僵住了,因为只有右眼能看见的我突然发现,陈泽的爸妈都消失了。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能看见别的孩子看不见的东西。 我能看见去世的爷爷对我笑着打招呼,也能看见家里书房里吊着的女人。 爸爸妈妈发现我的异常,带我去看了神婆,神婆说,我有阴阳眼,但只有一只。 所以我左眼能见鬼神,但同时,我的右眼却是阳气非常重的纯阳之眼。 纯阳之眼的意思是,无论那鬼怪用了什么显性的方法, 我的右眼都看不见它们,只能看见阳间食物。 神婆告诉我,这阴阳眼不可怕,只要我不招惹那些阴雾,就不会惹来麻烦。 至于这分辨阴雾的方法也简单,我只需腰臂上左眼,用右眼确认还看不看得见就行。 反正无论什么鬼,都无法在我的右眼显形。 于是从小到大,我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都会先偷偷用右眼看一遍,确定有没有脏东西。 可今天,我来陈泽家,却没那么做。 因为我踏入他们家,看见只有陈泽和他父母三个人, 我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没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可现在,只有一只右眼的我,却是看不见陈泽父母了。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着,他们不是人。 一股寒意从后背涌起,而这时候,我听见陈泽爸爸的声音又响起来。 小刘,你没事吧? 厨房里明明空荡荡的,却是清晰地有声音从耳边响起。 我忍住身子的站立,努力挤出笑容。 没事,就是一点洗洁精。 我擦干净左眼睁开,果然,我又看见了陈泽爸妈在我面前,一脸关切地看着我。 我假装揉了揉左眼,用右眼单独看了一下,陈泽爸妈又消失了。 我的心彻底沉到谷底。 发生什么事了? 清朗的声音响起,我抬起头看见是陈泽进来了。 陈泽的爸妈已经着急开口。 小刘眼睛尽洗洁精了,也不知道爱不爱事。 陈泽闻言赶紧走到我面前,关切问,宁宁,你没事吧? 我却没回答。 我只是假装继续揉着左眼,同时小心翼翼地,单独用右眼又看了陈泽一眼。 陈泽还好端端地站在那里。 我紧绷的神经,这才松开些许。 太好了,至少陈泽还是活人。 但下一秒,我又觉得自己有些可笑。 我和陈泽朝夕相处,肌肤相亲,他如果不是活人,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或许是陈泽的存在给了我一些勇气。 我总算平静下来,对陈泽爸妈笑着说, 叔叔阿姨我没事。 陈泽父母,这才松了口气。 洗干净碗筷后,陈泽爸妈说要下楼给我买新鲜的水果。 等他们出门后,我才开始试探陈泽。 从陈泽的描述里我得知,他父母是退休工人, 平日很少和别人来往。 这也就难怪了。 陈泽爸妈平日不怎么和人来往, 那他们出事突然去世,陈泽一时半会没发现也是正常。 陈泽还告诉我,这次带我回家,也是他爸妈主动提出来的。 我爸妈也不知道为什么,前几天突然跟我说,一定带你回来, 可能是想早点见未来的儿媳妇吧。 陈泽笑着那么跟我说,我却是心里一阵阵发毛。 前几天,那他爸妈那时候可能已经死了,两个鬼一定要见我,到底是想干什么? 我看着陈泽,突然意识到,我必须得把真相告诉他了。 于是我开口,阿泽,你知道吗? 你爸妈其实已经死了。 陈泽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他有些生气。 宁宁,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我知道他不信我。 我只能把我左眼是阴阳眼的事,完完全全地跟他说了。 可陈泽还是不信。 他关切地搂住我。 宁宁,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需不需要找一个心理医生看看? 感情他真是觉得我疯了。 我无奈,只能开口。 你如果真的不信我,不如就试试看。 你应该听说过,在门口撒大米,能屈鬼吧? 那是因为大米可以障眼鬼怪,让鬼怪看不清大门的位置。 你如果真相信你爸妈是活人,就把大门打开,再撒一把米在门口。 如果你爸妈是活人,就可以正常进门。 但如果你爸妈是鬼,他们就会以为门关了,找不到回家的路。 这些年因为阴阳眼,我也跟神婆七七八八学了不少知识和本事,今天就派上了用处。 陈泽依旧是一脸不相信地看着我,但好歹是照着我说的做了。 没过多久,走廊外的电梯叮得响了。 是陈泽爸妈回来了。 他们拎着水果,在走廊里就招呼。 阿泽,赶紧出来帮你爸拎水果。 陈泽看了我一眼,那表情似乎在说,我跟你说我爸妈没事吧。 然后他起身朝门外走。 可下一秒,他突然顿住了。 因为他看见,他爸妈走到敞开的大门口,脚步突然就顿住了。 紧接着他爸喊,阿泽你干嘛呢?赶紧给我们开门啊。 我看见陈泽的脸色,这才白了,因为门明明就开着。 陈泽几乎是颤抖地开口,爸,我们这有点事,你自己进来不行吗? 他爸却是语气急起来,我们手里那么多东西呢。 怎么开门?你快过来。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陈泽爸爸的声音此时变得有些尖锐, 在空荡荡地走廊不断回响。 陈泽的脸色瞬间更白,还是我一把拉住他。 阿泽,我低声道,现在最好不要激怒你爸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吧。 说着我走出门,不动声色地踢开了地上的米, 然后假装开门的样子。 叔叔阿姨,你们回来了呀。 陈泽爸爸一脸不悦,你们刚才怎么不开门? 说着他阴沉沉地看着我,而我却是假装红了脸。 刚才阿泽他缠着我,我们没想到你们那么快回来, 说着我更害羞地低下头去。 陈泽爸妈一脸明白过来的样子。 年轻人啊,陈泽妈妈笑呵呵,不再说什么, 这才拉着陈泽爸爸进去。 我们稀里糊涂地吃了水果, 陈泽就随便找了个理由说要早点休息了。 陈泽家就两个房间,他爸妈也不迂腐, 就让我和陈泽睡一间。 我也松了口气,屋子里两只鬼, 让我一个人睡我还不敢呢。 晚上被窝里,陈泽抱着我低声道, 宁宁,我想过了,就算他们已经死了, 那也是我爸妈,我想他们可能只是放心不下我, 所以想走之前看一眼我的女朋友吧。 我有些心疼,的确,对陈泽来说, 比起恐惧,恐怕还是失去至亲,让他更难受。 陈泽突然又问我, 但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为什么我爸妈变成了鬼, 我也能看见他们, 我没有阴阳眼啊。 鬼怪是有办法能让自己显形的。 我低声道, 你爸妈肯定是故意用了显形的方法, 只是他们没想到, 我的右眼是纯阳之眼。 他爸妈既然会让我回家, 就是有办法显形, 毕竟他们也不知道我有阴阳眼。 这是他们没想到, 我有一只纯阳之眼, 这才发现了他们的不对劲。 我又小声道, 我也希望你爸妈只是想见我一面, 而不是想要害人。 陈泽皱眉, 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想害人。 我沉默了片刻才开口, 鬼物在半夜的时候, 阴气最重。 如果他们想害我们, 估计就会今天晚上行动。 相反的, 如果他们今天晚上不找我们, 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陈泽听见我的话刚想开口, 可没想到这时候, 咚咚咚。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伴随着陈泽妈妈轻柔的嗓音。 阿泽, 小刘, 你们睡了吗? 我感到陈泽抱着我的手, 瞬间僵硬了。 我也感到后背一阵寒意冒上来, 但我还是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故作随意地开口, 怎么了阿姨? 我们已经睡下了呢? 门外陈泽妈妈轻柔的声音继续响起, 是这样的, 我刚下了一个手机软件, 我和阿泽爸爸都弄不清楚, 想让阿泽帮我们看看呢。 门外陈泽妈妈的声音听起来温柔依旧, 可我却是只觉得后背的含义更甚了。 阿姨, 可是陈泽已经睡下了。 我给了陈泽一个眼神, 示意他别出声, 然后继续回答, 你很着急吗? 如果不急的话, 明天可以吗? 我听陈泽说过, 他爸爸妈妈是很宠他的, 如果他爸妈现在还是正常的状态, 那是绝对不可能把熟睡的宝贝子喊起来弄什么手机软件的。 但如果他爸妈现在已经是被怨气驱使的恶鬼的话, 我还来不及假设, 不想门外的陈泽妈妈就已经立刻开口。 阿泽已经睡了呀, 那没事了, 我不急, 明天早上再弄也可以的。 说着门外安静了下来, 我也愣住了, 就这样结束了。 我抬头看向陈泽, 就发现他也是愣了一下, 随即他立刻松了口气。 你看宁宁, 我和你说了, 我爸妈肯定只是舍不得我, 所以才会变成鬼逗留。 他在被窝里小声跟我说话, 他们肯定不会害人的。 的确, 就从刚才陈泽妈妈的反应来看, 他似乎的确是不想害我们。 可是, 说不上为什么, 我还是觉得心里有点毛毛的不放心。 我从被窝里爬出来, 我去看一下门有没有锁好。 我走到门口, 正想确认门锁, 可突然我低头看见了什么, 愣住了。 我看见陈泽房门底下的门缝里, 好像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 因为我有点近视, 没戴眼镜, 加上此时没开灯, 就是借着窗外的路灯和月光, 因此看得不太真切。 我蹲下身想去看那到底是什么。 陈泽房间的这个门设计有点特殊, 门本身是木头做的, 但门的最低处, 有一个海浪的图案是镂空做成了透明的玻璃, 所以能看见门外。 于是随着我蹲下身, 我先是看清了那门缝里的东西是什么。 是头发? 女人的头发? 好大衣搓, 从门缝里透进来。 我愣住, 还来不及反映为什么陈泽的门缝底下会有那么大衣搓头发, 就已经本能地抬头, 看了一眼那门底部的镂空玻璃处。 于是我看见, 陈泽的妈妈正趴在外面的地板上, 脸贴在玻璃上, 死死地盯着我。 啊! 我根本没想到会看到这样一幕, 整个人尖叫一声, 跌坐到地上。 宁宁你怎么了? 陈泽听见我的尖叫声, 赶忙过来扶起我。 我缩在陈泽怀里, 失控地喊, 陈泽。 是你妈妈? 你妈妈根本没走。 她, 她贴在门上偷看我们。 陈泽听见我的话脸色一变, 盲目地看向门, 可没想到这一看, 却发现门底部的玻璃处 只有一片黑乎乎的走廊, 根本没有什么陈泽妈妈的脸。 陈泽这才皱眉看向我, 宁宁, 我妈已经走了呀, 你是不是刚才看错了? 我肯定没看错。 我急了, 你妈妈刚才真的趴在外面的地上偷看我们。 估计是联想到我描述的那一幕, 陈泽的脸色也白了。 但她还是安慰我, 宁宁, 你也说了, 我妈妈现在已经不是活人了, 可能, 可能做事的确会有些奇怪, 但我还是相信他们是不会害我的。 很显然, 从陈泽的角度来看, 她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她爸妈会对自己有害人之心。 我确实没办法那么信任, 我刚开口想说什么, 陈泽确实又抢仙道。 宁宁, 你想, 如果我爸妈真的想害我们, 为什么刚才我妈在门口和你对事了却直接离开? 难道一扇门就能挡住两只鬼吗? 我到嘴边的话这才顿住了, 这倒也是, 因为阴阳眼的缘故, 我对鬼怪也算是了解。 一扇门当然是挡不住鬼。 如果陈泽爸妈想对我们做什么, 的确是可以直接破门而入。 我被说服了, 可我还是开口, 但无论如何, 我们今晚还是要小心, 明天天一亮我们就离开。 这一点, 陈泽倒是同意, 好, 我们明天就走。 这一晚上, 我和陈泽都没合眼, 陈泽爸妈倒是没有再来找我们。 第二天一早, 我们就跟陈泽爸妈提出来要离开。 陈泽妈妈眼睛瞪得大大的, 脸上写满了失望。 怎么那么快? 不是说好要多住几天的吗? 公司里突然有事呢? 陈泽不敢看他的眼睛, 老板突然要我回去, 不然可就要丢工作了呢。 我假装低头吃饭, 但其实一直在偷偷看陈泽父母的反应。 只见他们看着有些难过, 但也没多纠缠, 很快点头, 既然是工作的事就没办法了。 看他们那么好说话, 我才彻底松了口气。 或许真的如同陈泽所说的, 他们只是想要走之前, 看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一眼吧。 陈泽爸妈虽然同意我们走, 但还是强烈要求我们一定要留下来吃个午饭。 我想着大白天的也不差那么几个小时, 也就同意了。 一早上陈泽爸妈忙进忙出, 做了一大桌子菜。 因为做得太多, 吃完午饭, 他们又拿了好多土特产让我们带回去, 出家门的时候已经三点了。 陈泽爸妈说要送我们到小区门口, 可没想到走到电梯口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电梯不亮了。 这物业。 陈泽爸爸皱着眉美好气地说, 肯定是昨天半夜电梯又坏了, 他们还没修, 没办法了, 只能走楼梯了。 还好陈泽家也就是五楼, 走楼梯也不算太高。 我们开始爬楼梯, 一层层的楼梯往下, 我整个人神经也慢慢放松。 只要离开了这栋楼, 光天化日的, 也不用担心什么了。 到时候, 让陈泽查清楚他爸妈的死因, 再找个高人来做法事, 一切就过去了, 我正在心里胡思乱想着, 可突然, 我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陈泽不就五楼吗? 怎么走了那么久, 都还没走到一楼? 我抬起头, 看了一眼旁边路过的大门, 突然间,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 我竟然看见, 我们刚走到的这一层的住户大门上, 挂着一个火红的福字, 和陈泽家门口的一模一样。 我颤抖地抬头看向上面的门牌号, 瞬间只觉得更加如坠冰窖, 浑身冰冷。 五百零三, 就是陈泽家的门牌号。 我一把拉住陈泽, 而一旁的陈泽, 原本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直到被我拽了一下, 才回过神, 宁宁, 怎么了? 我拽着陈泽的袖子, 几乎是用颤抖的语气开口, 你, 你看门牌号, 陈泽抬头看见大门, 他哪里会认不出自己的家, 顿时脸色也白了。 这时候, 我和陈泽都已经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可陈泽的爸妈 却好像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的异样, 还在继续往前走。 紧接着, 诡异的一幕就出现了。 陈泽的爸妈明明已经一直往下走, 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 可一会儿后, 我们突然听见我们楼上又传来了脚步声, 咯噔, 咯噔。 我猛地抬起头, 就看见刚刚明明已经下楼的陈泽爸妈, 又出现在了我们楼上的楼梯口。 他们一路往下走到我们身边, 仿佛才注意到我们一样露出疑惑的表情。 阿泽、 小刘, 你们怎么不走啊? 我瞬间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冲进了脑子里。 我根本不想回答陈泽父母, 只是一把抓住陈泽, 迅速开口, 你家钥匙呢? 陈泽这也才回过神来, 手忙脚乱地把钥匙给我。 我抓着陈泽冲向他家的家门, 用最快的速度打开门, 然后冲了进去。 大米。 一进门我就大喊, 而陈泽此时也终于反应过来, 旋风一样地冲进厨房, 一把抓起大米, 就朝着门口狠狠洒过去。 而这一边, 陈泽的爸妈本来也是回过神想追上来, 可这大米一洒, 他们的脚步顿住了。 而我也趁着这个功夫, 砰地关上了门。 虽然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十秒, 可等我做完这一切, 我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贴着墙滑落下去, 无力地倒在地上。 陈泽也是脸色煞白地看着我, 宁宁, 刚才, 刚才那是鬼打墙。 我疲惫地开口, 应该是你爸妈干的。 鬼打墙, 就是鬼通过自己的鬼力, 将人困在一个空间内, 你怎么走都走不出来, 就像一个圈一样, 总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不是我第一次遇上鬼打墙。 我小时候, 有一个鬼小孩缠着 我想和我一起玩, 我不肯, 他就弄出了鬼打墙, 让我离不开那条路。 是爸妈后来发现我不回家, 才带了神婆来找我们, 才将我带出来。 陈泽的脸色更白了, 我爸妈为什么要困住我们? 他们想干什么? 我嘲讽地勾了勾唇, 还不明显吗? 他们想把我们留在这, 一直等到晚上。 白天的鬼, 虽然能弄出鬼打墙, 但到底是阳气太重, 没办法对我们真的做什么。 可等到夜里就不一样了。 陈泽身子一颤, 抬头去看门的猫眼, 可没想到这一看, 他突然啊的一声, 跌倒在地上。 怎么了? 我忙不迭地站起来, 也朝着猫眼看了一眼, 立刻就明白 为什么陈泽那么害怕了? 因为他爸妈竟然在门口, 挤在猫眼前, 直勾勾地看着。 于是我一看猫眼, 就看见他们那扭曲的脸和眼睛。 但经过昨天晚上 被陈泽他妈给下了那么一遭, 我现在心理素质已经好多了, 我只是平静到, 你看, 他们也不急着进来, 就是在等待晚上。 陈泽现在是彻底相信我了, 他忙不迭问,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就在刚才, 我心里也已经有了计较, 我毫不犹豫开口, 报警。 陈泽听见我的话, 瞬间猛了, 报警。 这种鬼的事也能报警。 警察根本不会相信我们吧? 我迅速开口, 你当然不能跟警察说, 我们见鬼了。 你就说, 有人死了, 让警察赶紧过来, 警察身上的阳气和正气最大, 鬼也不敢惹。 到时候, 这鬼打强迫了, 我们就赶紧离开。 鬼就怕阳气中的人。 而警察和军队, 就是阳刚之气最重的人。 因此, 如果见鬼了, 你直接朝着军区或者警察局什么的跑, 鬼就不敢跟上来。 这些年, 我有时候被脏东西缠上, 都是用这个方法脱身。 陈泽这也明白过来, 赶紧拿出手机, 开始报警。 喂, 请问警察吗? 我在家里发现了尸体。 是的, 麻烦你们过来一下, 陈泽这下子总算开窍了。 他其实说的也没错, 他爸妈大概率就是在家里出事的, 尸体可能就在家里。 如果警察过来, 能查明白他爸妈的死因, 或许也能让他们爸妈早点离开。 陈泽打电话的时候, 我警惕地看着猫眼, 可这一看, 我突然发现, 陈泽爸妈不见了。 是到楼梯口另一边去了吗? 又或者在默默地等待黑夜的到来。 我正思考着, 另一边陈泽就已经挂断了电话过来报警我。 别担心宁宁。 他低声道, 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不得不说, 陈泽他们这里的警察出警速度真的不错。 不一会儿, 我就已经听见警车鸣笛的声音响起。 我赶紧拉着陈泽去阳台, 就看见了底下停了几辆警车。 几个警察走下来, 朝着单元楼里走进来。 我紧绷的神经瞬间松懈了。 太好了。 我拉着陈泽的手, 轻声说道, 警察来了, 只要他们上楼, 我估计这个鬼打墙就要破了, 我们就能下楼了。 根据我的观察, 陈泽父母的怨气并不是很重, 并不是那种很强大的鬼, 不然也不会被大米就困在门口。 所以警察一来, 这鬼打墙八成是维持不了了。 陈泽也是明显松了口气的样子, 可下一秒, 他突然越过我的肩膀看见什么, 脸色一变, 大喊, 小心宁宁。 我猛地回过头, 看见身后的颈下, 顿时也吓坏了。 我竟然看见了陈泽的爸妈, 两个五十多岁的老人, 竟然趴在阳台侧边的窗户外, 就好像两只巨大丑陋的壁虎, 死死地贴在阳台透明的窗户上。 我这一刻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刚才陈泽的爸妈 会突然从门口的猫眼处离开。 他们可能是听见了 我让陈泽报警, 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这才不继续坐以待毙, 而是选择立刻行动。 可他们没法从撒了大米的门口进来, 于是他们竟然从楼梯的窗户爬出去, 爬到了家里的阳台窗户外。 陈泽他们的阳台是全封闭的, 因为刚才我们出门, 所以阳台的窗户什么的也都锁死了。 可陈泽的爸妈却并不在意, 他们只是用脑袋开始砸窗户, 砰,砰,砰砰砰。 他们砸得那么用力, 好像感觉不到痛一样, 只是一下又一下不停地砸。 不过片刻, 我就看见窗户竟然被砸出了裂缝。 我傻眼了, 最后还是陈泽先反应过来, 一把拉住我的手大喊, 宁宁快走啊, 我这才回过神。 被陈泽拽着朝着门口走过去, 可没想到也就在这个时候, 砰, 哗啦, 在陈泽爸妈巨大的撞击下, 阳台的窗户最终还是破了。 窗户变成碎片倒在地上, 陈泽爸妈猛地跳了进来。 此刻的他们, 哪里还想五十多岁的老人, 伸手矫健地近乎诡异, 刹那间就追上了正冲向门口的我们。 不许走。 我听见陈泽的妈妈尖叫, 声音不再是之前的温柔, 而是带着撕心裂肺的尖锐。 不许带我的儿子离开。 不许。 说着他一个猛扑, 竟然过来抓住了陈泽。 阿泽。 我尖叫着想去拉陈泽, 可是没想到陈泽却是猛地松开了我的手。 走。 陈泽朝着我大喊道, 宁宁, 你一个人先走。 我大喊, 可是你,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陈泽就打断了我。 宁宁, 你赶紧走, 把警察带上来。 你别担心我, 他们是我的亲生爸妈, 他们不会做出伤害我的事了。 我其实知道, 陈泽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人死后变鬼, 是没办法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去思考的。 可是我也知道, 我现在留在这里并不能帮上什么忙, 我赶紧让警察上来, 或者直接找到能驱鬼的高人才是更重要的。 于是我咬了咬牙, 一狠心, 猛地朝着门口跑出去。 跑出门口, 我看见电梯依旧是坏的。 我疯了一样朝着楼梯往下跑。 才下了一层楼, 我就听见了脚步声。 我顿时眼睛亮了。 是警察? 鬼打墙真的已经被破了。 我赶紧冲下去大喊, 这里这里。 底下的脚步声加快, 我果然看见了几个警察。 他们看见我吓了一跳, 小姐, 是你抱的, 是我。 他们的话还没说完, 我就立刻开口, 我们赶紧上去。 赶紧? 估计是我惨白的脸色, 也吓到了警察, 他们赶紧跟着我一起快步往上。 我们很快冲回到陈泽家里。 我一进门, 就看见陈泽躺在地上, 双眼紧闭, 一动不动。 陈泽的爸妈已经不见了。 阿泽? 我忙不迭扑上去, 摸了一把, 才确认陈泽还有呼吸, 身子也是暖暖的, 似乎只是昏迷过去了。 我这才松了口气。 而这一边的警察, 已经开始迅速地排查家里。 小姐, 一个警察走到我身边, 我们会排查这里, 你要不要先送这位先生去医院, 然后跟我们去做个笔录。 我这才回过神点点头, 看着一个警察背起陈泽, 跟着我一起往外走。 我跟着他们出去,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可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开, 脑子空白得好像江湖一样, 我一下子也思考不出哪里不对劲。 我们到门口, 因为电梯坏了, 只能继续走楼梯。 我们一层楼一层楼地往下走, 我特地看了一眼旁边的门牌号, 在不断缩小。 我这才彻底松了口气, 一切是不是要终于结束了? 想到这, 我只觉得有种劫后余生的释然, 一下子有些想哭, 但我又觉得有些丢脸, 只能低下头去轻轻擦眼泪。 我偷偷先擦了右眼的眼泪, 然后擦左眼的。 可当我擦左眼眼泪的刹那, 我的脚步突然顿住了。 因为随着我擦左眼眼泪的那一瞬, 我只剩下右边的眼睛能看见。 于是我发现, 我面前那背着陈泽的警察的脚, 竟然消失了。 我的脚步猛地僵住了。 一股寒意从后背冒上来, 直冲到我的头顶。 下一秒, 我听见一道关切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抬起头, 用两只眼睛看, 我看见面前两个警察, 一个背着陈泽, 另外一个关切地看着我。 我的手指都在颤抖, 可还是努力挤出笑容, 我没事, 我们走吧。 于是他们两个继续往下走, 而我却是偷偷地闭上了左眼。 然后我看见, 那两个警察都消失了, 只剩下一个陈泽, 漂浮在空中, 诡异无比。 我浑身的血液都冷了, 这两个警察竟然也是鬼, 或者楼上那些警察都是鬼。 我强撑着不让自己暴露, 眼看着终于到了一楼。 我看着那两个警察打开单元楼的大门, 而就在门打开的刹那, 我突然猛地一把推开他们, 疯了一样地往外跑, 不知不觉折腾了那么久, 已经五点了。 陈泽他们家在北方, 现在又是冬天, 本来天黑的就早, 现在竟然已经天黑了。 陈泽他们小区的物业真的很差, 路灯也都灰蒙蒙的, 还坏了好几个, 整个小区非常的暗。 可我顾不得那么多, 疯了一样地往前跑。 我不明白, 为什么来的警察会是鬼? 但之前很多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这一刻却是有了答案, 为什么这些警察看见我们, 却并没有问很多细节? 为什么警察看见陈泽昏迷, 第一反应不是直接叫救护车? 这一切本来就不对劲, 是陈泽爸妈安排的吗? 可他们有那么厉害吗? 我脑子一片混乱, 根本想不出答案, 只能剩下一个念头, 我要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 我疯了一样地往前跑, 都没有看路, 不小心就撞到了人。 哎哟, 小姑娘, 你发什么疯呢? 我抬起头, 看见是一个买菜的大妈, 我抓着她颤抖大喊, 鬼, 有鬼, 此时的我真的顾不得别人 是不是把我当神经病了, 我只想赶紧离开这里。 那个大妈看我这样, 也吓了一大跳, 赶紧说, 又小姑娘, 你这脸色白的, 该不会真重些了吧? 来来来, 阿姨带你去人多的地方走一走。 陈泽他们这个小区 虽然看着破旧, 但其实挺大的, 我刚才一个人跑, 还真的漫无目的, 不确定大门在哪里。 而且四周我人生地不熟, 此时看见一个热心的大妈, 我真的放心了不少。 我赶紧跟着大妈快步往外走, 可走了几步之后, 我突然之间又想到什么。 保险起见, 我趁着大妈不注意, 我偷偷闭上了左眼, 抬头看过去, 我浑身的血再一次凉了, 因为那个大妈也消失了, 那个大妈竟然也不是人。 我的脚步瞬间僵住, 而那大妈立刻注意到, 转头看我, 怎么了姑娘。 此时此刻, 我也意识到不对劲了。 这个大妈说着要带我出去, 带我去人多的地方。 可走了那么久, 我都没看见小区的大门, 四周也越来越黑, 越来越暗。 我又被骗了, 巨大的恐惧和崩溃之下, 我竟然莫名冷静下来。 我颤抖道, 你们, 你们是一伙儿的吗? 你们到底有多少人? 这么多鬼, 不可能是巧合,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 我从一开始, 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局, 一个很多很多鬼的局。 那大妈一愣, 但随机, 她无奈地笑了。 你发现了呀? 行了, 陈家小子, 你也别躲了, 出来跟你这女朋友说个明白吧。 我身子猛地一颤, 转过头, 就看见黑影里走出好多人影。 那些警察, 陈泽父母, 还有, 陈泽。 我终于明白过来什么, 失控地大喊, 陈泽。 你骗我。 我这一刻才终于明白, 原来我从一开始, 就错了。 我想当然地以为, 因为陈泽是人, 我就以为他和我是同一阵线的。 我以为他不知道自己爸妈的死, 不知道爸妈是鬼, 也是真心想和我一起逃出去。 可我错了。 陈泽恐怕一开始就知情, 他只不过是在和我演戏, 假装和我一起走, 可恐怕从一开始, 他就不想走。 所以刚才我让他报警, 估计他根本没有报警, 所以最后来的不是什么真警察, 而是几个鬼警察。 陈泽看着我, 轻轻叹了口气, 宁宁, 你说你, 何必弄那么明白呢? 糊里糊涂的, 就这么死了, 不好吗? 陈泽语气轻飘飘的, 我却是崩溃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到底想干嘛? 还有这么多鬼, 到底是哪里来的? 你怎么还能找到鬼假扮警察? 谁说他们是假扮警察了? 陈泽回答, 他们本来就是警察, 只不过, 他们已经死了罢了。 我愣住, 就听见陈泽继续淡淡道, 宁宁, 你知道吗? 我爸妈其实不是最近死的, 而是好多年前就死了。 我再一次愣住, 这又是我想当然犯的一个错误。 我看见陈泽的爸妈是鬼, 第一反应就是他们是最近死的, 但没想到, 他们已经死了很久, 所以作为儿子的陈泽, 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 陈泽继续说, 他们是在工厂意外里死的, 可死之后, 他们舍不得我, 不愿意转世投胎, 于是我给他们找了这个鬼公寓。 鬼公寓, 我又一次待住了。 陈泽点点头, 不错, 你看见的这个小区, 住的根本不是活人, 每个房子里, 放的都是一个骨灰盒, 如果把骨灰盒放在这, 那无法投胎的鬼魂 也可以住在这里, 所以, 这个小区里, 住了好多鬼。 我猛地抬头看向四周, 怪不得这个小区, 看着那么荒芜, 原来这根本不是给活人住的。 想到这四周的房子里, 不知道还有多少鬼, 一双双眼睛无声地看着我, 我就浑身发毛。 所以, 我颤抖道, 这些警察, 还有这个大妈, 都是这里的住户。 陈泽点头, 我终于崩溃, 那你们好好地住在这, 跟我有什么关系? 陈泽轻声道, 当然有关系。 宁宁, 你难道不知道, 你是八字纯音的女孩吗? 我的身子猛地僵住了。 我当然知道, 我八字纯音, 所以才会有阴阳眼, 这是神婆从小就告诉我的。 陈泽继续说, 我爸妈舍不得我去投胎, 可他们逗留太久了, 再下去, 魂魄会受损。 不只是他们, 小区里很多不甘心离开的其他人也是。 所以, 我去问了道士, 他说了, 只要找一个八字纯音的女孩, 杀死在这个小区里, 她的怨气就能滋养整个小区的鬼, 大家就可以继续好好地逗留人间。 原来这就是陈泽的目的。 或许, 他当初一开始接近我, 追我和我谈恋爱, 就是看中了我的八字。 你疯了吧? 我大吼, 你爸妈死了, 你应该想办法找人给他们超度, 让他们早点去转世投胎。 用这种歪门邪道, 去让他们继续逗留人间, 你以为你是为他们好吗? 可陈泽哪里能听进去我的劝告? 他只是红着眼睛开口, 宁宁, 你不知道爸妈对我有多重要, 哪怕是鬼也没事, 只要他们能陪着我, 所以, 你就当是成全我吧。 说着, 他猛地朝着我扑过来, 狠狠掐住我的脖子。 我想反抗, 可根本不是陈泽一个大男人的对手, 我根本呼吸不上来, 缺氧让我的眼皮一点点发黑, 而就在这时候, 砰, 一道金光突然从我的胸口爆发, 陈泽整个人尖叫一声, 倒下去。 我一愣, 低头, 看见是我的护身符掉了出来, 那是我妈妈去世之前, 去庙里给我求的护身符。 刹那间, 我好像听见一个熟悉温暖的声音, 孩子, 快跑! 我这才回过神, 猛地朝着门口跑过去。 这一次, 我好像神奇地知道路, 竟然一下子就跑到了小区门口。 我迎面装上了一群正吃饭回来的大学生, 他们被我脸色惨白疯了一样跑的样子吓坏了。 小姐姐, 你没事吧? 我抬起头, 闭上左眼。 他们还在? 是活人。 我, 跑出来了。 后来我报了警, 陈泽因为杀人未遂被抓了起来。 我换了工作, 手机号和很多信息, 离开了原本的城市。 这件事就那么过去了。 后来我问了我爸才知道, 原来那个护身符, 是我妈妈去庙里抄了十天十夜的佛经给我求的。 电话里的爸爸跟我说, 不止这个, 你妈妈还给你求了好几个呢, 每次都是抄了连续几页的佛经。 他说你八字特殊, 还有阴阳眼, 容易招惹脏东西, 他一定要为你多求几个才平安。 我眼眶红了。 这世界上, 最伟大的果然是父母的爱。 只不过, 有的爱是无私的守护, 而有的爱, 却是为了陪伴孩子, 伤害他人。 第一种爱很伟大, 第二种, 却只是自私的代名词罢了。 这就是我会想要在这一 пап门上誓时, 自己的爱是我的, 我会想要闹着这一道一路,